端午节快到了 今天妈妈厨房要做比较健康的粽子 比较健康的粽子 需要的材料有 棕叶 棕叶绳子 糯米 糯米 猪肉 香菇 胡椒粉 盐 胡香粉 蚝油 虾米 红葱头 蒜米 我们接下去看 现在要洗糯米的 我会洗两次 因为洗了两次过后 请记得点一下 你镇住的时候 倒掉水就可以了 OK 镇住它 镇住它 要两个小时 香菇也是要洗一下 用两盖茶来蒸 用两盖茶来蒸 先煮它 牛油才会软才可以剪 虾米也是要洗两次 一两次就可以了 不需要好好蒸住 这样就完成了 水不需要滚的 把粽叶放下去 然后绳子也跟它放下去 盖一下它 什么盖子都可以 压住它 给它有冻到水 滚了就可以关火了 就镇住它 一个小时才来洗 现在要切猪肉了 猪肉呢 不时宜要切太小片 大概这样就可以了 因为你切太小的话 等一下你煮的时候 很烂 就没有这样好吃 现在腌竹肉倒一半的腌下去 胡椒粉也放一点下去 胡香粉也放一点下去 蚝油也放一点下去 刚才我忘记拍黑酱油 黑酱油放半汤子下去 给它有颜色 然后帮它搅拌 这样就完成了 放在冰箱一个小时 现在要搅红葱头和蒜米 一起搅不用紧 搅拌它 然后用搅拌器 如果没有搅拌器 用手切 因为搅拌器会比较快 不用搅得太烂 不需要搅得烂烂 大概大概这样就可以了 油热了 把干材搅拌的蒜米倒下去爆香 然后倒它金黄色 包成这样金黄色 就可以了 就可以起锅了 油热了把蒜米放下去炒 油热了把蒜米放下去炒 炒爆香它 放一点点的五香粉 放一点蒜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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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好的 可以把它拿上来 这样就完成了 水已经冷得倒掉它 倒在盆里面 然后开水 开水了 把这个绳子洗了 拿上来 要拿一个干净的海绵 来洗它的叶子 两面都要洗 这样洗就可以了 现在要过清水 过清水一次就可以了 把绳子拿起来先 然后叶子呢 是一片一片的 拿起来 这样叶子才会清界 都是同步的 中叶的头这里很硬的 要剪掉它 如果你没有剪它的话 等一下你煮粽子的时候 它会吃到旁边的粽子 就会容易破 全部都是要剪的 这一步做呢 不能够省了 全部都剪完了 这一步做不能够省了 一定要剪 没有剪的话 等一下你煮粽子的时候 它破了 整锅的粽子 都有米出来 就很肮脏这样 就这样完成了 然后 放这边让它不干水 香菇已经蒸了一个小时了 倒掉水就可以了 因为刚才洗得很干净 所以不用再洗了 就这样完成了 香菇已经软了 可以剪了 不要剪的太小片 不要剪的太小片 香菇要看你大小粒 如果太小粒 就不要剪太多片 我的是大片 所以我剪就十片 全部都是重复的 糯米已经蒸了两个小时了 现在我要倒掉水 这样完成了 这个炸米我要洗两次 所以不只要蒸水 所以不只要蒸水 中好的 我现在要炒 香菇了 现在要炒香菇了 要炒一下香菇了 加点香菇 加点香菇 再加点香菇 加点香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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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加一点香菇 加一点香菇 完成了,开始炒猪肉了 用一点酸米下去,它会比较香 盖住汤,焖一下五分钟 五分钟了,可以打开盖住 炒一下就可以了 因为它不需要熟的 这样就可以起锅了 现在我要炒米了,把糯米炒下去 糯米也倒下去 剩下的材料倒下去,五姜粉 胡椒粉,盐,蚝油,倒下去 这样又一次倒,一大汤匙下去 一大汤匙 先加了葱,酥醋,蒜莓,倒下去,倒完它 然后把它炒它均匀 炒到它均匀就可以了,可以起锅了 我绑那个粽子的一串是八粒 所以我拿四条绳子 大概大概啦 大概拉到尾巴差不多一样长 上面打个结 因为上面这个钩呢是要吊起来 钩住然后才可以绑粽子 大概大概绑就可以了 好了可以这样勾住 这样就可以绑粽子了 现在包粽子的粽子有两面 一面是粗面 粗面后面这一条筋 这里滑面 我包的是在滑面 所以我会拿两个粽子 然后两片粽叶 然后来折 折了放糯米 放香菇 香菇水域 你要放几片都可以啦 当我拌两片 猪肉也是一样水域 小碟也是一样 RNAR 然后放糯米 稍微压住它 然后往下折 爪折进来右折进去 这样折下来就可以了 绑绳子绑两牵就可以了 这样就可以了 再释放多一次 一样的哈 这里是划面 这里是厨 厨的有一条劲 就拿两片叶子 把它折下来 放落米 放香菇 加热 材料是随意的 然后再放糯米 稍微压一下 把娘牵它比较不会掉你煮的时候 全部都是重复的 水滚了 把粽子放下去 放好 只不过要加水 要盖过它就可以了 要煮一小时十五分钟 粽子已经煮了一小时十五分钟了 现在要打开盖子 把粽子拿上来 再把它拿上来 现在要打开盖子 现在要打开盖子 先打开盖子 拆开盖子 先打开盖子 鲜料饱满 里面有猪肉 虾米 香菇 如果你们喜欢我的影片 记得帮我点个赞 别忘了打开小铃铛 分享出去 我们下一次的影片见 祝你们端午节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